左侦 左侦真的敢置身前来 我真是佩服 九仰朔州刺史公孙恒之名 刺史急邀我前来 便不会埋伏蛇姬 何况 你不也是一样吗 不知刺史 要找在下商量何事 不妨直言 若是朔州县城 他请能否保证 不伤害城中百姓的性命 赢尔州县城 若是 我借助这北风坟城的话 虽然不敢期望 殷尸与我同归于尽 可到了那时候 你们也只能得到朔州城的灰烬 我想 这并非是特勤想要的结果吧 你若要行此下策 就不会拖延至极 更不会出言威胁 这不是什么威胁 这是一个请求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会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我率兵攻城多日 朔州守军死伤惨重 难不成在你眼里 我阿世乐损是那种心慈手软之人 英氏大军 焚烧粮仓之时 本可将周边的民居一并烧毁 到那时候 我也只能视救人为上 可是你并没有怎么做 而是留了活口 只会与我 让我迅速前来 这说明 你并不想做无谓的杀戮 这些年来 你率领英师四处征战 你的一些行事作风 我也早有所耳闻 我相信 你有这个能力 也有这个意愿 保全他们的性命 只不过 这些年来 我与阿世乐部 交战多次 阿世乐部上下对我 对朔州城积怨深重 如今 既然是要献成 那我就该成一十足 我会献上一份 让阿世乐大军上下 所有将士 都感到满意和解气的礼物 所以我会想 自不会让特请你 感到为难的 你想清楚了吗 如此倾尽所有 真的值得吗 有些事情 是没有办法反悔的 一份限利而已 比起朔州城百姓的安慰来讲 这不算什么 我 误会 我总算知道 公孙恒护民官之城是如何而来了 此事放心 你所言之事 我阿世勒所答应 定会输了 好 那在这里 我替朔州的百姓写过了